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抱着怀里的爱犬 笑得开心自然 联想到前不久 林志玲在参加圣诞节活动时表示 会和老公一起跨年 想必这个假期是两个人一起度过的 这也让网上频传的两人离婚的传闻不攻自破 其实自从他们结婚后 有关两人婚姻破裂的消息一直没有间断 结婚一年多 两人都非常渴望有个孩子 如今林志玲依然奔波在求子路上 就有网友猜测林志玲被婆家催生 网上还爆出林志玲被打的鼻青脸肿的照片 直言她被抛弃 两人早已离婚 尽管后来被证实照片是一花接木 可是依然有不少键盘侠幸灾乐祸 她所嫁飞人 对于他们的私生活吃瓜群众总是想窥探出来 哪怕一丝丝不和谐的音符 也难怪从豪门公子到相恋十七年的严成旭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最后竟然花落小她八岁 看起来并不般配的日本艺人黑泽良平 很难让人不怀疑林志玲到底是选择了将就 还是嫁给了爱情 林志玲和黑泽良平在演出舞台剧赤壁时相识 林志玲出演小桥 黑泽良平饰演周瑜 彼时他们只是朋友 相识八年后才相恋 仅仅恋爱六个月就结婚 他们的婚姻从一开始就不被人看好 很多人问为什么是她 除了南方的国籍 还有网友觉得黑泽良平的知名度 根本配不上台湾第一美女 37岁的黑泽良平隶属于日本组合放浪兄弟 这个组合在日本的知名度类似于国内的凤凰传奇 成员大都以粗犷的话风出镜 也因此被粉丝称为民工团 论长相林志玲是万千直男心中的女神 面容精致 气质优雅 谈吐不凡 在她的身上总是有一种以柔克刚的韧景 任何时候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 都是温柔的娃娃音 优雅得体的举致 亲切和善的笑容 可黑泽良平的长相却过于路人 名气没林志玲大 甚至收入也只是林志玲收入的十分之一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看上去太过平常的人 轻松俘获了女神的心 难怪粉丝们亦难平 然而 了解了黑泽良平的为人 你就会发现 一段好的感情无关年龄和国籍 般配和不般配 也不靠外貌和名气来决定 只有适不适合 爱不爱 她和她一样每次出现总是温柔而谦和的存在 黑泽良平的一名是Akera 在日本中意为光 因为熟悉她的人评价她像光一样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 她总是能像阳光一样温暖身边的人 室外拍摄时遇到恶劣天气 她会和工作人员一起收拾刀具 爽朗的笑容让人时刻都感觉到温暖 每次参加节目都会给同剧组的人带各种点心 细心考虑到每个人的口味 她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人间观察的嘉宾 被节目组的小孩整骨 先是被熊孩子叫错名字 随后又被孩子强迫闻自己腋下的味道 更过分的是 熊孩子手里突然窜出来的蛇 把黑泽良平下的瞬间花容失色 手里的咖啡也洒了一地 但是她全程都能很耐心地和孩子交流对错 温柔地处理孩子的冒失 还不忘收拾弄脏的地板 仅有的一次发飙 还是她在屡次温柔提醒司机 注意交通安全 不奏效的情况下 黑泽良平终于恼了 坚韧不怕细腻 温柔而不是原则 难怪熟悉她的朋友都这样评价 她平成是个特别温柔完美的人 在林志玲之前 黑泽良平有过三个前女友 其中前女友长泽雅美 颜值与身材丝毫不属灵之灵 在日本国内的知名度 可与心缘结衣相提并论 日本民众一度十分期待 他们的恋情能够开花结果 然而遗憾的是 两人相爱数月便分手 据说在黑泽良平婚讯传出后 日本综艺专门去采访了她的初恋女友 她说她是一个非常体贴的人 太温柔了不太适应 都说能让前女友称赞的男人一定不会差 黑泽良平的温柔也许对初恋女友是一种压力 但是对于在娱乐圈经历了各种冷暖非议 心思敏感细腻的林志玲来说 却是不可多得的柔情 你正好友我恰好需要 也许正是这些特质深深吸引了知灵姐姐 因为她也是同样温柔和细腻的人 拍摄节目时遇到同伴晕车 她会贴心地蹲下来街偶突兀 参加节目会给整个节目组送上暖心零食 每次在公众场合与人握手 一米七三的她都会半蹲下来以示尊重 容颜意识财富成空 唯有根植于内心的温柔 才是一个男人最为极致的性感 两个同样温柔的人 都在另一半身上看到了相似的温暖和心安 最终选择把手交给了对方 回首林志玲这些年走过的路 从来不是一片坦途 事业大红大紫的背后 质疑和非议也一路相随 拍广告不幸坠马 全身多处骨折 而网友们关注的焦点 却是胸还能恢复吗 她宁愿为难自己 也不愿别人难堪 却被认为是太假 做做 曾经林志玲和严承煦 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 17年的爱情长跑 一个永远在追 一个总是在躲 看上去高高大大的严承煦 性格却非常的内敛自卑 她坠马 她得知消息后 飞奔到医院探望 满眼的心疼和关爱 却因为不懂表达 一出口就变成了质问和指责 另受伤的林志玲更加痛苦 他们彼此深爱 却又不懂如何去爱 她想要的承诺 17年过去了 她却一直敷衍 人生没有几个17年 林志玲一直在等她长大 而她却还是那个灰灰手 不带走一片云彩的白衣少年 林志玲终于明白 自己也只是个渴望呵护的女人 希望找一个成熟稳重的 能给她安全感的人 在遇到黑泽良品之后 林志玲终于确定 她就是那个真正懂她的人 在黑泽良品的婚姻官宣里 她这样写道 她每天都付出很多的爱和勇气 有很强的责任感和温暖的个性 我想给她幸福 珍惜她和她的家人 虽然语言不通 可是黑泽良品却能用中文 准确地描述林志玲的特质 爱和懂得显而易见 成年人的恋爱 不会太惊天动地 无非就是陪和懂 祖母去世悲痛欲绝的林志玲 第一个想到的倾诉对象就是她 落落大方的她 第一次一态近失 在电话里竟然哭着睡着了 等她醒来时 却依然听到电话那头 一直守候的声音响起 我在这里 她懂得林志玲的脆弱和在乎 也看到她坚强背后的失落 就是这个人了吧 那一瞬间的感动和心安 那种心灵的归属 让林志玲最终决定了 与她牵手走一生 比起严成旭若即若离敷衍的爱 一直默默守护 给予她踏实陪伴的黑泽良平 才更让林志玲心安吧 在遇到她之前 她是自己的铠甲 在遇到她之后 她终于放心地安放自己的内心 这是她的一种铠甲 但她是在遇到她的铠甲